全場最小參賽者 打頭正上台 年僅四歲的神小弟 跳起舞來頗有價勢 我練習有點久了 太久了啊 對 但是 但是我還是 我才比但是我還是很努力 中國抖音洗腦神曲 搭配魔性舞蹈 不只小朋友 年輕人會跳 練五十八歲的阿伯也來參與咖 寧夏夜市舉辦科目三舞蹈競賽 開放二十組人馬來報名 日前活動一公布 掀起舞統台灣論戰 一度被罵翻 但比賽不具爭議 照樣舉辦 還吸引大批人潮围觀 真的沒聽錯是科目三的旋律 但歌詞主辦方還特別改成了台語版現場演唱 為比賽融入一些台灣元素 力排政治色彩 用我們的舞曲 我們的歌曲 帶動我們的消費 然後讓我們年輕人認識我們林夏夜市 所以本身這個活動是非常單純的 不用過多的聯想 強調林夏夜市過去就曾舉辦不少音樂舞蹈大賽 有韓國騎馬舞 日本PPAP 目前也正積極籌劃王彩華的波比舞 就怕爭議再起 而這波跟風跳科目三 的確也成功掀起不小的話題 三人選蔡宇 這可不可以選台北參不倒